光复乡待会定期会开以第四天 乡代表尤其原住民级的代表直询焦点 始终都绕着养牛场的议题 而乡代表郑万郑则是直询 全国原住民阿美族最大聚落的泰巴朗 与马台安传统领域化射进度 要求乡公所要加快脚步化射宣示传体范围 避免部落成为大型土地开发案的肥羊 从浦峰马佛养鸡场到大型养牛场的议题 光复乡泰巴朗与马佛部落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对于部落即将在11月7号 进行反牛场抗争游行 乡代会主席蔡之辉请公所表态力挺部落 一起反牛与乡长临清水攻防 这次7号的抗议 乡长是不是可以带着我们的一起主管 一起来抗议 虽然不发生 但是看到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光复乡是绝对是有希望的 乡长 你敢不敢带着你一起主管来一起抗议 我刚刚报告我一定会去了 因为我是很明显的嘛 那我们的主管是 是 公务能源 一站在公务能源的体系来讲 他应该 这部分我想请那个 郭主任来讲 如果是假日他是个人参加 我们都不会反对 除此之外 追踪部落传统领域化石进度的乡代表 郑万正指出 光复乡为全国原住民阿美族最大聚落 然而传统领域却都还没有宣告化石范围 面对大型土地开发案前仆后继而来 部落土地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要求乡公所要负最大责任 过多年到现在 进度如何 所以我们公所有没有提报 传统领域各部落界限的界定的计划 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型的设施 动不动就带我们很向来设施 都是在我们传统领域当中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传统领域有个界定 我们很难用基本法20条21条来做说明 来做防治 那目前是因为泰巴朗那边之前有去做传统领域的认定跟化设 他们也在进行中 像目前是在做后续的破端的部分 他们也报到原民会 那之后马滩的部分也会继续一起 我们会跟一些期劳各部落会议来讨论 来提出的相关情况 光复相待会订期会开议第四天 相代表尤其云民级的代表 直询焦点始终都绕着养牛场的议题 对于养牛户合法申请目以沉舟 部落反抗维护部落土地 公部门该如何消弭双方认知鸿沟与对质 要如何善后取得三营局面 在在都考验着三方的智慧 记者十一玉兰光复采访报道